主席 主席好 我們請行政院秘書長 簡秘書長 我們請簡秘書長 秘書長好 秘書長我想這個歷史的真相是不容否認不容抹滅的 那轉型正義一定要做 那我想請教秘書長啊 你對於轉型正義的定義是什麼 你認為他的基本概念包括哪些事項 轉型正義要下定義 就是對於正不義的 要把它變為正義 這裡面包括違反人權的 包括違反民主的 違反民主憲政的理論的 這些都應該包括在內 那我說轉型正義是指一個國家在進行民主轉型後 處理正義的工程 這一點您同意吧 可以啊 可以齁 那轉型正義包括三項任務 處置加害者 賠償受害者 與歷史記憶的保存 這一點您也同意吧 好 那賠償權應該包括被害人 在社會以及心理層面上的一個復原 同時賦予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權利 你同意吧 同意齁 那 所以 所以 依你的看法是我們應該有一個 正當而且是立法的程序來處理這個過程嘛 那當然 好 下一頁 我今天特別要講的是這一件事啦 就是關於這個促轉條例裡面啊 有說當地政府機關還有機構進行調查 如果遇到抗拒 我們可以 就政府可以透過陷阱機關的協助進行必要措施 你認為這樣子的條例放在促轉條例裡面 你的看法是什麼 這些因為不是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 對 那你的看法呢 我還沒有把它想讀啦 這個還要好好研究啦 好 那 對於這個司法調查權啊 如果促轉條例裡面有規範這樣的一個小組 可以進行這樣的清查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憲兵 可以被動用進入到民宅 為了要搜尋任何的文件 你認為這是不是民主的倒退 走到車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是屬於行政調查的部分 行政機關是可以去做的 那如果屬於司法調查那個部分 當然就歸司法機關記去處理啦 那這裡到底有沒有侵犯到 相關的那個事項 當然這個要進一步去討論啦 好 下一頁 我們今天就來做一個case study 我們來看看柏林圍牆倒塌之後 德國他們是怎麼樣做轉型正義的 下一頁 第一個是 剛剛有提到齁 對於歷史文件真相的檔案的保存 史塔西檔案館 民眾有以下的權利 知情權 當事人可以申請查看 復印 原始的文件 隱私權 化名解密 讓加害者曝光使其負責 保護第三者 塗黑文件內的第三人姓名 史塔西檔案局啊 目前有1600名員工 年度預算非常的高 超過40億元 然後已經有成立到現在